踩 踩 踩 走 逐陸中原 汶鼎神舟 金庸武俠天地 陸鼎記 有下計 你搬轉世代 心氣傲 誰及我 張 百官 也整股氣弄 是問誰 能敵我 笑笑 往事不再重要 今日我有行作主角 笑笑 我律師描計 就令你出現貧荒 這首歌笑我是傻 甚至我心中興何 我眼睛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跌跌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我 我要換世 但卻始終我是我 我 我 對話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啟稟刀統大人 海中發現一句浮屍 蛤? 我 有 我 有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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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老公, 找我… 收拖堂, 這裡是龍宮, 老子是海龍王 怎麼會在這裡? 這個男人奇形怪狀, 說不定不知道神龍島的底細 抓他進船艙, 讓我審問 施將軍, 請你留在外面事後 沒有我的呼喚, 別進來 是, 是, 你們跟我出去 收頭頭, 你武功這麼好 為什麼會被人用牛皮索綁住手腳呢? 拋下大海的 老子又不是武功天下第一 被人拋下大海有什麼奇怪的 我知道了, 你被教主拋下大海的, 是不是? 有什麼好笑, 有誰叫教主打我? 你幹什麼會得罪教主? 誰敢得罪教主他老人家 是夫人說東諸在皇宮辦事不力 隱瞞教主要釘他入神龍, 忽畏龍 你捨不得了? 那…那就是了, 你快點放我 我要回去救東諸妹 你也挺有情有義的 皇上要捉老乾婆 我正在煩不知去哪裡找她 現在售頭陀送上門就對了 這個欲求武功高強 萬一放了她, 她回頭害我就糟了 幸好神龍島現在打到天翻地覆 我回去救東諸妹, 都方便很多 神龍島怎麼會打到天翻地覆 五龍門, 你打我, 我打你已經打了十幾天 誰抓到對方就幫手幫腳 扔下大海為海龍 那他們為甚麼會打起來呢? 喂, 東諸妹說你是本教白龍士 執掌五龍令, 你們不知道 我奉教主之命 在中原辦事, 島上發生甚麼事 我就怎會知道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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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風 我竟然這麼大意, 甚麼都跟你說 嘿嘿, 這樣有甚麼這麼糟 沒有我救起你, 你還在大海裡喝鹹水 就真是糟了 你快老老實實告訴我 五龍門為甚麼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和東諸妹回到神龍島的時候 他們已經打了幾天 我問那些人, 原來青龍士, 許雪亭 有一晚被殺了, 房裡那把刀是 赤龍士無根道人的大弟子, 何盛 許雪亭被殺, 多數是由教主派人殺他 那教主大為震怒, 問何盛為甚麼要殺青龍士 何盛死後都不認, 說沒有殺青龍士 後來青龍門的人為了掌門報仇, 殺了何盛 赤龍門和青龍門這樣就打起來了 這也是兩門的事 又怎會令五龍門打到一頭糊塗呢 後來不知道怎樣, 黑龍門去幫青龍門 黃龍門走去幫赤龍門 你殺我, 我殺你, 那就天翻地覆了 那我的白龍門呢 你是白龍師, 你連自己的門下都不知道嗎 我就告訴你, 我的人都不在島上當然不知道 你白龍門分成兩派, 老兄弟是一派幫青龍門 少年弟子也是另外一派幫赤龍門 五龍門自傷殘殺, 教主沒有制止嗎 大家打到興起, 連教主都鎮壓不住了 屬下有事品報刀統大人 師將軍, 甚麼事啊 梅品大人, 我們的船已經到了通吃島 可以上島駐營了 嗯, 神龍島到處都是毒蛇 你呢, 就派人上島探一探 看看通吃島上有沒有毒蛇 你又有毒蛇 我沒有毒蛇 我沒有毒蛇 你算是否很難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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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兒如今怎麼樣?會不會有危險? 靈靈聲聲, 要扔個滿堂熊 大獲全勝 李婭兒, 我叫你來個滿堂熊 你來個全黑 不算…來個… 做了手腳, 只有五顆熊 相公, 你放心 這次一定會打個大勝仗 你先喝杯茶吧 襄兒, 你怎麼知道這次一定會打大勝仗 我們有這麼多謊言, 敵人怎麼抵擋得住 來吧, 襄兒, 我替你扔色仔 你贏了, 你就打我手掌 我贏了, 就替大功告成 不, 每次你大功告成, 都要殺人 好, 那我們賭錢吧 我贏了, 你輸一文錢 你贏了, 我就輸一兩銀給你, 這樣你賭了吧 我也沒有銀兩輸給你 銀兩而已, 阿姨 我給你一張銀票, 你帶著 我要銀兩也沒用, 我不要了 你也沒有賭勝 不如放壽頭陀出來, 讓我跟他賭吧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讓我先吃一口 我要上遼望台觀戰了 啟稟, 刀統大人 方才見到煙花信號, 兩路戰船 都向刀統大人報戰了 好, 好 老子安安樂樂留在軍將之中 等聽好消息 這一場大戰, 令得不費吹灰之力 希望方兒這個小婆娘 沒有被炮火所傷就好了 是, 一個跟一個上岸 一個, 一個 走, 走 啟稟統大人 這些都是在神龍島捉回來的俘虜 一共有二百多人 沒有的, 不見方兒, 黃夫人都不在 是這麼多的 還有沒有女俘虜 回刀統大人, 後面還有 現在還有三隊人在島上搜索 但是島上還有很多毒蛇 所以守起來是比較困難的 那有沒有抓到那個神龍教的教主 這場仗你們是怎麼打的 啟稟統大人 今早一早, 我們三十艘戰船 就迫近岸邊, 一起發炮 大家進從大人的吩咐 每發三炮就停一停 只是集中打島上的空地 等到島上有人出來抵抗的時候 就排炮轟炸 都統大人了屍於神 我們用了這個方法, 只是炸了三次 就已經炸死了教匪四五百人 後來還有一隊不怕死的少年衝出來 口中大叫什麼, 洪教主百賤百姓 壽比南山 錯了, 錯了, 錯了 是洪教主先福詠鄉, 壽予天賊 對, 原來刀統大人對那些教匪 總是遙如指掌 難怪大軍一出就勢如破竹 那後來怎樣 後來這隊少年就好像瘋了地衝到海邊 上了一輛小船 想走上我們的戰船奪炮 我們故意不理他們 讓他們三十幾隻小船 一齊西來岸邊 才對準他們發炮 他們三十幾隻小船 當同一隻一隻沉入海中 三千多名的少年教匪就撞身大海 這幫小匪 臨死還在那裡大喊什麼洪教主授予天齊 你這個小兵也是走來虛報軍情 神龍教的少年教中 最多都屈過八九百人 哪有三千多人這麼多 幸好殺敵越多功勞越大 就算佈大四五千都沒什麼所謂 然後又怎麼樣 回刀統大人 少年教匪死了之後 就有一大群人向西上船逃走 我們各戰船遵照大人的計策 隨後追上 被職率隊上島搜索 男人女人一共捉了三四百人 師大人吩咐小人 將這批女俘虜先行送上通吃島 等刀統大人盤查 行了 那個臉圓圓的女俘虜 當日不是少佬子 是半頭堂的師生子那個 還大力撕老子的臉 你這個狗賊子 你幹嘛撕我的臉 娘, 為什麼你不記得 你和半頭堂的師生子了嗎 你…你是… 你叫什麼名字 你快點殺了我 我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好, 你不行吧 人來 拖這個女子下去 脫掉她的衣服 打個鼻鼓一百萬 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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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了 停手… 娘, 那…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我叫尹素梅 是在赤龍門門下的, 是不是 是 你們赤龍門有個芳兒姑娘 後來就調去白龍門 你認識她嗎 認識 她轉去白龍門 還升了當小隊長 還升了官 還升了官 她現在在哪裡 今早你們 你們開炮的時候 我還見過方姑娘 後來… 糟糕亂 這樣就不見了她 啟稟, 刀統大人 又抓了一批俘虜回來 我過去看看 船上的俘虜是男還是女 回刀統大人 有男有女 我見到了 船頭有三四名女子站在那裡 芳兒?其中一個是芳兒 快點, 快點醒過來, 快點 撞到淺灘了 船角淺了, 賣不到我 小寶, 小寶, 是不是你 好姐姐是我, 小寶在這裡 小寶, 你快點來救我 他們綁住我 小寶, 快點來 不用急, 我馬上來 進來 快點挖我過去那艘船上 快點 是, 刀統大人 相公, 我跟著你過去看看 好, 芳兒 你猜是誰在那艘船上 我知道, 是少奶 那天我叫她 但是她也不肯認 那天她害羞 待會你再叫她 她一定會認你的 小寶, 原來真的是你 是我… 小寶, 你快點過來 我來了… 刀統大人, 小心 好姐姐 我很想念你, 想死我了 小寶, 我都很想念你 白龍師, 你很本事 這次帶人來攻打神龍島 功勞也不少 洪夫人 芳兒, 你怎麼點我的月度 進來, 快點救我 開大人… 開船 開船 別走 別走 龍大人 別走 你們… 原來你們不是蕭其營的士兵 是半頭陀六高軒和瘦頭陀假扮的 刀統大人, 你猜不到 我和六高軒為何不留在北京 跑來這裡 是呀, 為甚麼呢 刀統大人, 你年紀小小 真的很厲害 教主和夫人 鮮福永享, 授予天齊 這次屬下辦事不力 沒甚麼功勞 怎麼會沒功勞 教主他老人家還稱讚你 說你帶領清兵, 炮轟神龍島 炸到島上的樹木房屋變成灰準 他老人家向來溜思如神 這次竟然猜錯 教主他很佩服你 教主他老人家, 福體安康 我真的很想念他 屬下一直以來 時時都想起夫人 一日祈求, 尚瘡賜夫人 越來越年輕美貌 教主他老人家, 陪伴你鮮福永享 你這隻小鬼, 到現在還不知死活 還在油腔滑吊 那你說, 我是不是越來越年輕貌美 夫人, 你騙得我很苦 我何時有騙過你 方才清兵捉了一批島上的姊妹 全部都是赤龍門的姑娘 後來又說, 有另一批姊妹來 我站在岸上張望, 見到夫人 但一時又不是很肯定 我心想, 哎呀, 赤龍門 人何時來找我這麼年輕貌美的小姑娘 難道是教主夫人的妹妹 這麼漂亮的美人兒 一定要上船看看 於是我心方意亂, 就飛撲上船 原來這麼美艷的小姑娘 就是夫人 你這個好色小鬼在夫人面前都敢胡說八道 我一定要抽你的筋, 剝你的皮 你這個收頭托, 胡理胡圖 我免得跟你說 我怎樣胡圖, 你胡圖就是真的 我浮在大海裡扮浮屍 你竟然看不出, 居然救我上船 打定神龍島的情形 我緊遵教主的吩咐, 跟你亂說一通 你反而句句都當真 我中了教主和夫人一計 並不代表我胡圖 你不胡圖, 難道你很聰明 我偉小寶當然聰明 不過我告訴你, 就算天下間最聰明的人 只要在教主和夫人的面前 都不可以過骨 因為教主和夫人神機妙算 勢如破竹, 大功告成 夫人, 我… 白龍士, 收頭托不夠你說了 為什麼你又說她胡圖? 夫人, 世間上無論什麼人 只要看過夫人一眼 都不會再想其他女子 但是這個收頭托真是糊塗 因為我知道她心裡 還時時刻刻掛著第二個女子 收頭托, 這個女子是誰 要不要我再說出來 不用說 不說就不說了 你這個師弟半頭托就高明過你了 自從她見過夫人之後 就再沒有興趣望第二個女子 你…你胡說, 哪有這種事? 什麼?沒有? 半頭托, 難道你見過夫人之後 還想見別的女子嗎? 老衲是出家人 六根清靜, 四大皆紅 心中早已沒有男女之事 老和想念經, 有口無心 你師兄和你一樣都是頭托 為什麼又天天都掛著她的傷口 師兄是師兄, 我是我 不可以混在一起來說 我就說差不多 受頭托雖然為人糊塗 但老實過你, 不過你們兩個 都壞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 實在最大惡極 胡說, 我們怎麼都掛著夫人和教主的大事 夫人, 此人是本教大罪人 我們稟告教主, 將她投入大海為海龍 沒錯, 人家扔她入海為海龍 慢著, 教主還有話要問她 是, 快進船艙參見教主 快進去, 走吧 糟了, 對付夫人還可以花言巧語 哄她開心, 但是對付教主 我等著被人扔進大海為雨都行 最壞都是個方兒小賤人 方姑娘, 恭喜你 恭喜我什麼 你為本教立了大功, 教主還不升職嗎 少說廢話 全部進去船艙見教主 是, 夫人 教主和夫人先福永享, 授予天齊 屬下白龍師參見教主和夫人 教主先福永享, 授予天齊 修佑佗, 你膽敢造謠 說教主和夫人身糟危難 我不估一切趕來救家 誰知教主和夫人一點事都沒有 幾位掌門士又在齊道, 根本就沒有做法 你說什麼 屬下奉教主和夫人之命, 混入皇宮, 取得兩部經書 後來在雲南吳三貴平西皇府, 又取得三部經書 你得到五部經書 小寶神宮一分鐘, 主持劉天齊 小寶神宮一分鐘第六十六回 除了這次海上戰役, 去神龍島打這場仗 小寶就是中正中國的三十六計裏面的最毒的兩條計 一條為虎肉計, 一條為美人計 大家小心, 中國最喜歡做這兩味 何謂虎肉計, 瘦頭陀伴浮屍 喝到滿肚都水, 你就抓他上來 就問他說話, 你就信以為真 因為一個人不會說痛苦之中亂說話 誰知原來他真的是假的 另一條, 引小寶上賊船 這條是美人計 當日, 方兒在船頭招下手 這個小寶真的急不及待湧上賊船 就湧救佳人 或者他不是想湧救, 他想快快脆脆親近佳人 誰知就中正教主和教主娘娘兩個人的毒計 所以中國人這兩條計 一條虎肉, 一條美人計 要特別小心 小寶, 陸頂記, 第六十六回 姚秀陵監製, 曾月娥編導, 金融圓著可可編劇 主題曲由金培達作曲, 令東盛甜詞, 陳奕迅主唱 由陳奕迅飾演韋小寶, 張碧妍飾演湘賢 彭晴飾演蘇全 罗嘉玲飾演芳怡 并且由 鴻梁石 李健良 周永坤 莫家驹 黄祖南 譚翠烈 朱曼子 姚修凌 林友榮等联合播演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 现在亦已播放缘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健良 自何效果 心最怕 我七鬼太座 英雄 难敌过 小笑 有红福照亮我 非臭女 恶魂已经过 小笑 似是天意让我 要去找心中爱甚多 这世界笑我是傻 不知我心中情何 我阿耶美琴 我清楚更清楚 潔潔碰碰我犯傻 天风我宽赴唱和 我要揮世 但却始终 我是我 对话错 但却始终 我是我 我阿耶美琴 我阿耶美琴 我清楚更清楚 潔潔碰碰碰我犯傻 天风我宽赴唱和 我要揮世 但却始终 我是我 我要揮世 但却始终 我是我 我阿耶美琴 我阿耶美琴 我我阿耶美琴 我清楚更清楚 潔潔碰碰碰我犯傻 天风我宽赴唱和 我要揮世 但却始终 我是我 我阿耶美琴 我阿耶美琴